因為雖然施政報告說 諮詢區議會和地區人質意見是會推行 但我們很恐懼 第一 你也知道政府講諮詢 其實不知諮詢多久 我真是怕諮詢到我的貓、狗、舅、百年龜兔 那些動物公園都未加建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集資港益 聽取我們子同道合動物人士的心聲 然後去寫一份報告 大家一起交上行政長官辦公室 要他落實的意見和告訴他 雖然這次我們是很歡迎施政報告 包括了有動物議題 但我們認為這樣是不足夠的 在第一、三、二段我們介紹一下在座 阿威和Conny就是大美包方面的負責人 一會和大家發言 Zoe和柳Sir亦都是寵物同盟會 而我就是動物友台的 是我們活動賽網上電視 其中一個分支就是動物友台 有關施政報告說他要諮詢 然後才推行建寵物公園 這一項的施政報告的意義 大家有甚麼回應 有沒有回應 說命啊 我們在座是有我的舊圖子 一個英俊主持 一塊BIT在這裏 特首你的好朋友 他說要諮詢區議會和地區人意見 你加建這個寵物公園 加建當然是 不用了 你開放現在的公園被人家 那你告訴我 我們PASS個麥克風給阿發 快點說一下 好 你加建啦 你不用加建那麼多 你將現在的公園放狗人就可以了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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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些狗 特別是你的設施 你的狗廁所 你給他講一下 給PINI講一下 其實我們以前 我以前住在公園 但是說 以前但之前我住在公園 但是真的 如果放狗 如果沒有狗公園 真的沒有五項園 但是其實公園裏 其實 我覺得養狗人 自己也有黑制 譬如帶狗出去 因為要尿 或者是屎 一定要撿回去 或者要先離開 就是不要令人去反應 或者抱怨 這是真的 但是說 也都是說 公園方面 你應該要 列一些些地方 列一些些地方 是比我們 譬如養狗日子 可以外來放狗的 但是如果你說 現在加建 這陣子 我覺得是 就是剛才他講的 如果加建 真的沒有來加加建 反而公園 列不是多 或者拿一些地方 留一些地方 是給一些 約九日子 哇 真是 公園專區 你不可以告訴人 你不可以告訴法機 其實如果開放了 因為他沒有 狗狗廁所的設施 就很嚴重了 要整設施 撿回去就可以了 周邊撿完之後 不是 它說個專區改建 說個專區改建 就是可以這樣做 改建 譬如說給一些位置 現在連少許位置都沒有 他們連少許位置走都沒有 就是每一刻都要走到狗公園 我不清楚 是不是香港 只有兩個狗公園 我不知道 一個是大埔 就是大埔 黃河村對面 一個就是應該在灣仔 我就不知道 還有一個在荃蚊 荃蚊都有 荃蚊有一個 荃蚊 但是就是 真的是 是不是只有兩個地方 香港港狗人士那麼多 那麼多人養狗 每一刻都要帶到狗 要去到那裏 是不是要去到 那麼複雜 才可以 真的 有一邊的 是的 根本就是不足夠 其實我覺得就是可以這樣說 我覺得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位現場的觀眾 他是說得很適合 要教育那些狗 因為現在很多養狗人士 他因為沒有去控制自己的狗 也都不守規矩 譬如說衛生那方面 譬如說 我們現在都是 有時你看到整個地都是地雷 我們都會覺得很心疼 所以訓練那些狗 狗和治律是很重要 因為現在就是很多人去歧視 那些狗的 一見到有狗 我們就認為一定會破壞衛生 那所以 第一 我們今天召開這個座談會 是去行政教育表達 我們很擔心 因為我們認為 就是說 如果等你知聰得來 要再經過這麼多的關卡 我們真的很怕 我們這裏百年歸六 十年都未得 那所以 現在我們給你隔壁的女士 他認為 十年都未得 我們是不是對曾蔭權 都沒有信心 他一直排沒信心 你有什麽做得到 你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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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這麽多人 扔狗出來 狗的問題是要很迫切 貓狗的動物 那隻狗 所以我認為今天我們 首先集合了一個很好的意見 就是說 移章現成的公園 來改建 加一些 就是吸監獄 吸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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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 是的 類似可能獲分了 例如喜歡寵物的人士 但你進去 例如有些人現在不太喜歡 或未接受 但公平一點相處 所以說你又戒替我 我又戒替你 這樣就會好些 是的 但是我常常 我都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貓狗 或者我自己用 但是我自己也要 呼籲大家 譬如真是不住在那 真是貓狗 你在市場 如果不執行 就令人很犯人 譬如我自己住 現在我區 如果有人聽到 狗屎 周圍是這樣的 其實我自己也聽到很犯人 我覺得應該要執行 要執行 要執行 因為一邊執行 如果立宇宛放狗屎出去 那它應該不會有事 我家兒應該要貓狗屎 這個是真 但是你現在那些狗屎就很生 阿院要高一點 是不是 是的 我最覺得狗屎太少了 因為太少 而且好像剛才那位小姐那樣說 你說 我 真的 我都很希望 因為我公生時公 我很希望我養到狗屎 真是的 我希望這個問題 會顯示另一個問題在 如果真的不起的話 你將來會有更多的庇位 接下來我們想講講那個處屋的問題 我們再給這位副主席 其實我覺得不是一面組的 跟其他的政府條件一樣 政府不是沒有做事 只不過他做的事和白都不是一個問題 他是不對應一些民生的需要 好像你不單是狗民生 其實都是 我講回狗就是你建了一個狗公園 去到這麼遠 假設我講回舊時灣仔的房間 很偏僻的 你要駕車好像去旅行 才去到一個狗公園 那就是 根本就不對應一些民生的需要 我覺得不是一面好 但是真的 政府做很多事 條例提不出來都不會幫到人 不是會接收 他經常做一些東西來拖衍我們 譬如說我們很辛苦 請願去示威 說得很對 他回應了我 劉威 走 也不知先報告 但是 好像 蘇維 協養處那樣 你我駕見就很亂 但是何時呢 就說要七千萬個資訊 譬如說 好像 觀眾回應 他做得好些 什麼好些的地方 我根本我自己 養牛 我帶到樓下附近的社區 那我是可以 暗洗到這個協力 但不是喔 好像原來要駕車 搭車 那些公共車 又不給貓狗上去的 我根本就享用不到這個動物公園 所以他經常呢 就是說 他是膚顯了我們市民 但是做不到事 所以這件事我們一定要正視出來 而去說 要回應這份資訊報告 不要等他一年一年有 他說 我有啊 不過 永遠我們都是受不了 我受不了 而我們受苦的是我們身邊的子女 所以這件事很慘 那還回應剛才市民提出 就是很希望公屋養狗 我們是希望宏觀一點 全香港市民都有公平的自養創物權 因為我們試想一下 養動物我們不是犯法的 我們不是賣白粉的 我們不是黑社會 就是為甚麼要這樣呢 有很多人他們一個人不住 或者他們不是很多朋友 貓狗是他們的子女 是他們的朋友 或者是兔子 或者是雀仔 但是如果你說一勾錢 不要只是公屋的 我們之前是廚師奪利潤 是因為也是嚴禁養動物 那我發覺這個 如果兵會發第二十七條 我們有人權的話 我發覺在這一方面 這裏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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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是甚麼都不一樣的 我覺得已經嚴重侵犯了我們的人權 在香港這個自由的社會 也當我們想擁有一隻 這麼可惡的動物 我們都沒有自由的時候 我們覺得是很違反人權 還有就是說當然 其實之前Billy都說得很對 為甚麼這麼多人 一去到業委會 立案法團就會反對 就是因為最少就是他們得自律 就是說 譬如說 一到那些私人屋圈 好像很名貴那些 就怕說 你一養了狗 是的 那個私人屋圈那個花園 就會變成一個狗廁所 周圍都會是地雷的了 所以如果我們養狗物的人 能夠提起一個決心出來 真是自律的話 而是告訴世界上的人 有貓狗不等於保衛生 我相信是會爭取到公平的養蟲物權 因為這個我們是跳出了那個政治考量 因為很多人為了怕得罪那些 不喜歡貓狗的人 都不敢說這個話 因為我們沒有政治包袱 我們是說出來 你們不要去歧視動物 其實養貓養狗不等於破壞了屋園的衛生 在狗公園 在狗物公園這方面 不知道還有沒有市民要補充呢 如果沒有 我們再下去下一個討論 下一個討論 就是優化流浪貓的領養服務 和提供免費的獲育服務 但是政府有說 不知政府沒有說 會繼續探討其他可行症 我覺得 就是政府應該要多些主動些 加強的宣傳 因為它自從10月出了這份施政報告 說會優化等等 其實都不見到有很多的問題 是受到他們主動這樣去接觸的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說 還有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的討論 我會暫時一起報告 寫一包公開信 然後再希望大家一齊 一個團隊 一齊交上去給行政長官 讓他們知道 不是弄一三二一三三段出來 給我們 就已經沒有了 其實我們 對我們的生命平等 這個理念是很認真 不知 在回應施政報告方面 還有什麼次問 有意見 或者台上我們的嘉賓 接下來 這份是曾任權最下份 但是我們的理念 毒物有頭 希望爭取以後 每一份施政報告 都包括毒物議題 因為我們獲得毒物的生命 是沒有尊嚴的 生命平等 還有沒有人對於這個報告 是有些回應的 其實我覺得 剛才好像安琦所說 第二點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 有時候民間 有些監察這個團體 成立一些祖民 去監察政府 是不是其實看著 好像特首這樣說 張宣傳說 是怎樣去實施 他所獲獲的建議 或者他是不是真是諮詢 怎樣去諮詢 還有他用什麼的程度 去令到那個諮詢的層面 不是狹窄 而是比較全面性 可以多一些的市民 或者不同的一些動物 和不同的組織 不要理它說是贊成 或者反對都好 就是能夠集思講益 有時候我們看到 一些政府去做的 一些的諮詢 一些的工作 只不過是一些的 單向性 或者是選取某些 他們的吉祥熱聽的聲音 而不是說是 去一個普羅大眾 讀個基層 去到中層和高層 都可以發表個意見 就是我覺得如果能夠 我們一個監察的機制 成立出來 能夠了解多一些 那個政策的實施 和那個資訊 就是會對我們養寵物 或者對一些寵物為平人士 會有多一些的幫助 和令到那個實施的政策 會比較好一些 謝謝劉老師 接下來 因為今天這個活動 其實我們面前這個環境 就是一個寵物同盟會 究竟寵物同盟會的負責人方面 有些甚麼 對於未來 令到那麼多生命獲救 和他們的工作等等 就是交給寵物同盟會方面的幹事 蘇維跟我們講 蘇維交給你 我們寵物同盟會的成立 就是想對寵物 要知道應有的態度 如何去正確養狗 而且我們都承諾 如何去照顧我們的狗隻 或者貓獎 而且我們會定期 舉辦一些寵物的活動 我們會舉辦活動 不是只說玩的 我們會有教育的意義 而且我們都會做一些回收的活動 希望將一些主人不要 或者用完 可能自己暫時沒有需要的 捐出來 我們捐給狗場 或者我們本會的流浪孤兒 另外我們成立的一群人 是一群專業的人士 希望將我們的知識 可以教到多些人 不知道如何正確養狗 還有有時可能有病痛 那些人不知道如何處理 我們會教他們 而且我們的觀念就是 物聯器要養中生 還有物聯買 動物不是玩具 不要試養 因為他們會有心理問題 而且我們這裡 都收留了很多 曾經被虐待 遺避的動物 我們都已經將牠 教導 可以令到牠有信心 對對人 所以我們有時舉辦活動 會帶牠們出來 每天看看 究竟牠們以前是怎樣 現在牠們對人是怎樣 先這樣